冒险王DNA一帝比对 中秋节后开展 结果几何 当时小佐报案说冒险王掉入瀑布找不到人了 后来经过搜救发现了疑似逆王的冒险王的遗体 王爸看过遗体说这不是乡军 本月初送大嘴派出的律师实地调查 当地的群众也说遗体身高比冒险王高了很多 而最新的消息 疑似逆王的冒险王的遗体 会与冒险王的爸爸王东 冒险王的妈妈 冒险王的弟弟 逐一进行比对 大概时间是在中秋节后 但是具体的时间还不确定 因为是需要保密的 具体是不是在北京广州上海这几个地方 也还不确定 因为地点也是需要保密的 大家明白了吗 关于冒险王的出事原因 调查还在进一步推动 王粉们为冒险王等了9个多月 王粉的耐心体现了冒险王 值得他们这样长时间的等待 请大家为冒险王 保持热度 为冒险王热爱的冰川和环境保护事业 持续加油 那些害冒险王的坏蛋们 时间不多了 现在自首还来得及 不然后面就没有机会了 坦白从关 抗拒从严 抓紧时间 长按点赞 持续更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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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